哲理交易保合作研發 期貨業界農頭之一 我猜昨天跌了800點 但今天反彈又佛力 雖然高了137點 上過27000的樓上 但現在又再升幅收窄 27000也未能上升 突然復失 只是升幾十點 氣氛是否繼續比較差 香港的動亂越來越加劇 水壁如果搞到現在天天上班 無法上班 交通大堵實 區區也有動亂 我想香港也不用看了 本來今早早上升 預備有個反彈 現在已經不見了一大半 香港真的 這些真的是攬炒 不知道會跌到多久 我是悲觀一點估計 我想會跌到25000點左右 因為中美貿易談判 又碰到川普這個流氓總統 又在那裡玩東西 他那些助手 談好的事情 他一句話就推翻了 其實中方的談判團隊 其實最怕的就是川普 因為很多時候 其實前後三次都達成了中美貿易協議 每一次都是被川普最後推翻了 因為他喜歡玩東西 喜歡令人屈服 但是中國是不會屈服的 所以看起來大家不要這麼樂觀 不要以為恆生市值會升到28000 我想很大機會今年是升不到的 我想現在最好做最壞的打算 看起來前景不是那麼好 大家一會就沽貨 要是你可以守住的 如果你說要趁低吸納 似乎還未到這個水平 今天都不是沒事升的 市都升到幾十點 靠著都是兩隻 應該說是騰訊 騰訊是升得不錯的 升到1% 另外一隻雖然不是恆之成分股主 那隻美團現在都是大成交配合之下 現在都升到2% 成交僅次於一隻騰訊 先看看騰訊 騰訊明天會公佈業績 算不算現在根本算是炒業績 是的 在炒業績 因為昨天好像 騰訊音樂在美國公佈業績 好像比預期好 騰訊音樂有得升 阿里巴巴那個雙十一光棍節 消費日 網球又破了紀錄 對股價也有些支持 也會支持騰訊 騰訊 其實現在大家估計 第三季業績會不會錯 都會有二十幾個%增長 尤其是過去這兩天 股價跌得相當多 所以它現在股價是有支持 但是真的要看看明天公佈業績如何 不過大家都不要期望太多 因為騰訊已經過了最高峰的增長期 現在也是一個很普通的藍籌股 雖然是三萬多億市值 但是你也不需要把整副身家丟進去 好像2017年那樣 整副身家都丟進去騰訊 到現在就不需要了 嗯 除了一支騰訊之外 不如看一支3690 之前有個回吐 上到一百元之後 回了幾天 今天終於會升回了 升回百分之二 那是不是那條證已經完成了 是啊 其實之前 一直都有支持 大家都看好這些科網股 那其實現在等什麼呢 就是恆生致壽 明年第一季 在調整的時候 會不會加入這些 同股不同權的科網股 其實是應該要加入的 因為他們那個 就是成交和市值 都是在頂個1% 你不加入它 其實就不是很對的 如果現在是93元左右 有支持 我想都會維持著這個水平 最重要是他能夠有盈利支持 如果第三季的業績 一般的 就可能會被插進去 另外 現在的成交榜上 除了排頭一位的騰訊 有超過10億成交 美團點評 現在的成交 都有7億多 第二位 成交榜上 有一隻刑副基金 比較少見他上榜 刑副基金現在是靠穩的 因為市場略為是靠穩 牛皮靠穩 今天是11月12日 刑副基金是上市20周年 當時在威領亞洲金融風暴 政府入了大批貨 千多億元 於是就要突出刑副基金 出來散貨 20年以來 刑副基金的股價不是升很多 20年只升了一倍 當年的招股價是12.88元 20年以來只升了一倍 但如果計算股息總回報率 就有2.7倍 不過不過不失 因為它是不會跑樹的市 本身是大市的 今天回回一點 其實策略就應該和恒志一樣 是的 這些是趁低級納 今天很明顯 它成交這麼多 有很多投資者覺得它跌了之後 就值得買 所以就買回一點 我就覺得應該再等它跌多些 現在2.7萬 都是高了一點 我覺得應該跌到大概26元左右 我就會買回一點 好 這是刑副基金 另外今天還有得升的 還有一隻有幫保險 這陣子都是在高位上有些傾固 是的 還有兩支大的陰燭 還有一個裂口 今天雖然升了一點 但還未去到裂口底部 80.35元 那你怎麼看呢 這個有幫昨天跌得很厲害 跌了3.3% 那就是昨天那個大市跌成700多點 724點 其中很大部分 最大的部分就是有幫 差不多100點的跌幅到有幫的關係 其實就很坦白說 昨天這樣跌其實是跌過了 那你以短線來說 應該是可以彈上去 可以追上一點 那就是不應該一天 即是藍醜股來說 是不應該一天跌這麼多 是跌過了 好 另外這一陣子的半身股 也有些炒作 今天也有隻半身股開的 成交都算是上榜的 就是中國抗體制約3681 那它的招股當然是7.6 但一開始就已經是潛水了 大概是低了幾個%左右 成交已經是過了2億 那就是B股 B股現在就相當之多了 這個數量 好像也有太大的特色了 是啊 這些就很難看了 這些你最重要都是 因為它上市的 即是它那隻身又推不出來 好像之前那隻大的B股 即是復星分拆出來的 那隻康熙樂 一上市之後都是潛水 都好像現在都沒有上去 即是上市那時差不多50元的價 現在市房就一般的 我覺得你現在買這些B股 我想都是會有問題的 即是上市之後都會潛水 這隻中籤率是100%的 一手中籤率 另一隻是做廣告的 叫做中國傳媒1640 也是潛水的 它的招股價是1.25元 現在比招股價略為低了幾先 成交也不算太活躍 當時的一手中籤率是6.5元 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看看觀眾 有沒有朋友在看直播 看直播就不要難 一邊看一邊看 記得按訂閱民眾財機 這個頻道的按鈕 有位評價問Fiona 問345 想問走勢 現在是怎樣的分析 去年 這個345 真的 跑贏了差不多全世界 但是 到今年年中 派業績之後 就剛剛 就是中間 就是6月份 那時候 那個位 46.8個位 就已經是最高峰了 因為 業績 就沒有預期的那麼好 因為那時候 已經是炒到 多少呢 就是50倍市盈率 原來它的增長 是絕對符合不到 這個預期 所以 立即就插出 由48元 跌到 30多元 我想 現在 它最近 跌到 37 我想 那個可能支持位 但是 現在 它都很難 彈上去 就是以前 它說過那些 很有利的因素 網購 在內地銷售增長非常之好 等等的事情 到現在 都完全消化了 這些是消費股 坦白說 它的增長 一達不到預期 股價就會急跌 我想 現在 都不要投資入這一隻股票 好了 就三四面 五體好了 3383又如何 今天 就在低位 有些反彈 升了1.8% 升了兩毫子 這位朋友 也沒有貨 可不可以入呢 這個 內房股 最近 跌些什麼呢 就是跌那些高負債的 就是 好像 這個 融創 等等 被人沽得很厲害 負債沒有那麼高的 就好很多 就是好像 雅居樂 它自從雅生活上市之後 最近 年創新高之後 股價都跟著創新高 其實真的 遲早 那個 雅生活 3309 是吧 3319 是吧 遲早 雅生活 市值 都很大 你看 雅生活 不斷升 也刺激了 雅居樂 估計不斷升 坦白說 雅居樂的市場率 其實 市益率 是很低的 現在這些價錢 都是買得過的 33830 是嗎 是 33830是買得過的 買得過的 好 上個星期 你提醒我們 物館股 隨時會爆煲 但今天 雅生活 又再分為56元 又接近高位 反而破頂 今早高位26.8 是破頂的 另外就是 6098 是 今早上升了2% 還未爆 是嗎 未爆 是的 因為這些數字 可以做得出來 你維持到增長 就沒事了 一維持不到增長 你馬上估計就下跌了 記住 這些所謂輕資產公司 其實是沒有資產的 又不同 地產公司 起碼有些地渣 這些是沒有地渣 但是之前你看好現金樓 這些現金樓 一直都有 不過 我就覺得不適宜告追 因為現在這些價 是非天價 這個物業管理公司 是落地 這些是搭石仔的生意 不可以飛天 另外一隻 Kelvin問到2606 都是一些物管股 本身股剛上市 是的 正在橫行 升2% 這些又沒有那麼飛天 上市沒多久 就未飛到天 但他的問題 我覺得就是 他的股價太高 股價這麼高 很難可以抄得上去 你四十多元 不是那麼容易抄得上去 你要用很多錢才抄得上去 好 另一位朋友6030 內地的證券股 都很久沒有問過 是的 內地的A股 好 升了3000點 都不太上落 今天還抄得上去 29000點 上海指數 是的 中信證券現在偏遠 逆市下跌兩仙 這位朋友就問 沒有貨買得不可以 現在看走勢 真的不太好 本來A股去到3000點 曾經升過一輪 但是被Donald Trump 一發一發脾氣之後 A股差不多跌幾多 跌成2% 這樣又下來了 變成那些券商 以前實在太低了 但是現在A股不升 它亦沒有什麼上升的空間 如果你想趁低吸納的話 我覺得還未夠低 要去到13元的水平才夠低 即是要再 13元應該是一年以來的低位 是的 現在券商都沒有什麼亮點 另外2018也是沒有貨的 其實看到雙11 全民內地的朋友 買iPhone很瘋狂 不知道會不會益到2018呢 2018 最近剛剛公布了它的業績 最重要是它的毛利率大幅收窄 以前有40%多 現在收窄到30% 證據商全部都劃一跳 全都去評級 我想現在它都會繼續下跌 因為之前那些毛利率 是沒有可能維持得住的 所以就算你說 現在這個價位 我都覺得還未跌完 要再跌多些先 好 要跌多些先 即是不能買住了 另外175 175的數據公布了之後 就是橫行沒有太大方向 前幾天上個星期 曾經破過幾個月的位 是的 這個吉利最近這兩個月上升 就是說它的銷售不錯 但是那個汽車業 公布了10月份的汽車銷售 是有跌的 大概5%左右 是好像連續六個月下跌 即是中國的汽車零售業 其實真的表現一般的 所以整個汽車業 昨天是大跌的 今天站穩一點點 但我都覺得它已經很難再上升 因為整個市場的氣氛不太好 令到汽車股很難上升 另外汽車股不太好 手機股也不太好 另外1336 你一位朋友已經買了 30.7元 那內險股會不會好 會不會好 比其他剛才那兩個板塊好些 內險股其實很大部分 就要看A股的表現 A股表現不太好 因為上半年的表現其實不錯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中央減稅降費 令到這些保險公司 它的支出大減 減了之後 所以它的盈利又可以上升 但是呢 到了下半年 已經消化了這些有利的因素 如果要再上升 就要看它那個投資的回報 投資的回報就是不太好 因為A股衝一衝上去三次 現在又回來了 那它這裏是沒有辦法做得好 所以我看它的走勢 都是橫行的 都是33元或者以下在橫行 地產股101 所謂的地產股 其實它有一半以上 都是來自內地的收入 是 但是呢 都不行 都是跌到幾個月的低位 是 跌至四先的 那這位朋友 現在這個價格可不可以買呢 不是 它買了 已經現價有貨 但是 就是 橫行它它大部分的收入 都是在內地的商場的收入 它就 你知道可以叫 這個是一個穩陣的收租股 但是呢 它其實它有很多商場 是真的不太好 就是你如果去過 去過好像武漢 瀋陽 那些地方 看過它那些商場 你發覺 為什麼那些商場都沒有人走的 它那個問題呢 就是它走高檔 全部呢 都是 LV Chanel 這些這樣的東西 那 就是 經濟不太好的時候 這些這樣的品牌呢 就是 表現沒有那麼好 那現在來說 所以 就是 恒龍它今年的表現都不行的 那現在都是一路低位培會 都是 都要準備它低位培會 要等一大輪的了 嗯 就是它買了就沒有辦法了 都要等了 是的 但是都不建議它會動了 是的 就是拿著它 是的 好 623沒有貨的 可不可以分析一下 就可以打算中場線的 這個就是 你就是看那個收息 所以這個很穩定 你看它的股價 就是 打橫行的 那 最近是回了一些 那 就 都 就是 都會維持著 12元以上 這個價錢 是嗎 那它收息挺好的 現在有五里幾 那我都建議你繼續 拿著它 繼續 等收息算了 是嗎 這個不會有很大的波動 嗯 那另外 就是 363 363 很久沒有人問過 比較 老餅 對 以前的藍籌股 1997年那時候的藍籌股 那它就分拆了那些 地產 零售藥 那些 這樣的東西 那就是 股價就是夠便宜的了 但是 那個問題就是 它的股價就是不升了 那它那些 就是 現在 以前 紅臭那些綜合企業 曾經炒過很高 尤其是那個北控 北京控股的時代 但是 現在都沒有人理 都沒有什麼人看它 所以 你都不用想著它的估計 又好好的表現 那它15元有貨 那怎麼辦 15元有貨 都不是差很遠 因為唯有 繼續拿著它 拿著它 另外一隻 都是內地概念股份 都是一些 以往都是月秀系的 但是 這是房托利的 5.2號7 那這位朋友就問 可不可以長線 這個可以 因為它是拿著它那些 月秀那些最正的 那些 物業 就是它 在天堂區的 IFC 商場等等 而且它的息率 差不多有6%那麼高 那麼 好過其他那些 即是 利益股份 那這個你可以 繼續持續拿著它 好 那就繼續拿著這隻 605 另外 405 因為想說一隻 386 386 中石化 這一排都是 一般的 對 這一排都是一般的 那它沒有一隻 857那麼壞的 那其實最重要的是 油價最近 其實是升不到的 因為沙迪阿拉伯要求 國大產油國 減產 誰知道 每個人都不聽它 指定 不聽它指定 那就是說 油價很難上升 是吧 尤其是美國 又拼命在那裏增產那些 那些鹽岩油 整天都在那裏增加 令到那個油價升不到 油價升不到 這個 就是三桶油都不太行 嗯 那就 亦都不建議了 是 是 就是它不會升得很好 是嗎 另外 有些人問一下區塊鏈概念 上個星期炒了一天 這麼大把 1647 今天看看什麼環境 都不是說跌很多 可以比起高油高位 那1647區塊鏈 這個概念 是否不能炒 其實中國的區塊鏈 是不能炒的 因為它 它 中國做的區塊鏈 就不是你想著那些 Bitcoin 這樣的東西 它根本由頭至尾 都是由政府控制 由中央銀行 控制 由銀行經營 它想做這個區塊鏈 就做一個人民幣 銀行以外的結算 但是仍然是由銀行操縱 它最重要是做這個區塊鏈 做什麼呢 它就是避過美國 那些橫行無忌的制裁 就是好像現在美國 它又要制裁伊朗 制裁北韓 它就不讓它用美金戶口 那如果你用區塊鏈 人民幣戶口 那你就可以逃過了 美國的制裁 那它的目的 是完全不是說 讓你有得炒的 所以那些區塊鏈公司 其實是完全不能弄的 那麼 紅岸科技 就很多人炒過這些東西 其實只有炒字 其實真正是沒有了道 但是之前你跟我們說過 它是跟大麻有關的 是嗎? 是呀 之前就跟大麻有關 它這些東西 根本有什麼東西 就是什麼紅呢 它就做什麼東西 其實它真的沒有什麼真正生意 好 看看一些 有些實業的股份 268 這位朋友就是9.66有貨 比較高的入 應該不是最近入的 有段時間的 你應該 有沒有機會回到家鄉呢? 9.66那時候 我想它還沒有被人追擊 它在7月那時候被人追擊 你就看到了 它一聲就 這個就掉了下來 其實就是 那個沽空機構就說 它那些雲端的生意 其實都是靠政府補貼 其實就不是很賺錢的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 阿里巴巴和金山軟件等等 它們公佈的數據 發覺到 其實那個雲端呢 因為競爭問題 其實不是很賺錢的生意 也就是證實到 那個沽空機構說的話 就是 其實做雲端呢 因為競爭太厲害的問題 是賺不到很多錢 所以就是 金碟呢 那個股價 就由10元的水平跌了下來 一下子就跌了 六個樓 那現在彈回去 八個半左右 那已經很好了 那你說要等到九個多 都要一段時間等的了 那等不等呢? 等不等? 現在的股市 你都沒有什麼賣 那就等了 即是都不孤難 現在的股市都不好 你都沒有 說不到什麼是上升的 那但是如果現在不孤 可能還會重蝕得多 有機會的 有機會的 但要看看它的業績怎樣 那這樣 另一隻蟹1475 1475 這個 我早就說 這個是升得過分的食品股 因為 就是 不知為什麼 日清的公仔麵 被人炒得這麼厲害 遲早都會跌的 因為 即是等於維他奶而已 這些食品公司 你怎麼可能炒到它 五十倍市益率呢? 日清就是這樣 當你炒到五十倍市益率 那時 遲早會倒下來 我覺得它現在都沒有倒得夠 最少要等它 跌到五元才好看 好 那跌到五元是嗎? 再跌多一元 跌到五元 所以現價都不可以入 是的 另外3380 龍光 這位朋友12.2有貨 他好像有點擔心 就想問 訂哪個價值 作為止息位呢? 12.2差很少 之前曾經升過的 因為它是大灣區概念 龍光地產就是在深圳的 深圳和旁邊的淡水那裏 維修很多地 因為深圳發展到去東部 貼近衛修那裏 那裏 龍光城本來不值錢的地皮 突然之間就升值了成倍了 現在來說 市盈率只有七倍 肯定不是高 是嗎? 息率有6% 你也不用怕 12.2 你12.2買 現在跌了幾個先 不用怕 不用太過擔心 另外呢? 是問止蝕位 止蝕位 上一次高位 你可以排在10元 低位排在10元 兩成? 另兩成止蝕位 是的 另外兩位朋友 都問到最近 相對強勢的藥股 1093 這藥股很厲害 是的 為甚麼 是的 那這位朋友問 甚麼價位可以進入 現在 最近這兩天 就看到有些回吐了 其實它的股價就炒得很高 因為政策關係 和業績關係 那個藥股最近表現相當好 但是呢 最近這兩個月 不是兩個月 不是兩個月 三個月 升了相當多 我覺得 現在很多投資者 都會在這裏 等獲利 在這裏 沽貨獲利 很可能 要跌回到20元的水平 你最少要等到跌回到20元的水平 才比較合理 才不會那麼容易坐艇 好 另外11177 也有朋友問 我想問是否上回到14元 無望 14元 14元是甚麼時候的事 14元 沒有去過14元嗎 可能上去破頂 未上去14元也可以上 但我希望有可能 如果相信 這個其實就是 她們可以上去 高的由7元的水平升到11.5元 我想現在短線 它都會有些獲利的關係 我想就不是那麼容易搞的了 即是14元暫時不行 暫時看不到 我想今年也看不到 之前的位置13.8元都去不到 都不行 但你又看好像是1993又好一點 好一點 因為它多一些大眾化的藥 這個終身製藥 它就要靠新藥批出來 當然它也有新藥批出來 即是1093就比177更好 另外還有1號 這位朋友Gary已經買了 以70元買入 那現在就還有一點點賺 即是現在它就在想要不要先走了 現在都應該估了它 因為看市場的走勢應該都會下跌 你看現在的恆生指數 現在差不多不能升 現在升1點而已 隨時跌下去 今早上升1點上升1點下跌了2點 那香港局勢不穩定 故事都沒有運行的了 好像打拳那樣被人鎖掉了 1拳就砌低了了 有錢賺就快點賺了它 現在每個人要移民的情況之下 都不適宜拿著長線 那它都買了那怎麼辦呢 就官了它獲利 但其實這一隻它不是香港業務為主 是啊 不是香港業務 其實主要是英國業務 歐洲的投資多過甚麼 還有碼頭 還有石油等等 但是它是超人的旗艦之一 那跟香港局勢的關係 是否比較小一點 反而可以避險呢 但是總之香港股都沒有運行 其實股價是不貴的 只有七倍市益率 但是最大問題 就是長和 它的業務全部都是成熟的業務 零售、碼頭、石油等等 你都說不出它哪一個業務 是有相當好的增長 沒有甚麼增長 但是就是一些公用 就是收益比較平穩的業務 其實長和50%的收益是來自歐洲 另外17%的第二大業務 就來自亞洲、澳洲和其他地區 香港方面的收入排第三 就是大概佔一乘四 另外還有長和問員 656沒有貨 福昇 福昇是一個綜合企業 最近他分拆了那些醫藥 最近康熙樂都是他的分拆出來的 他就有點像那些基金 最像是巴郡或者軟庫 投資很多生意 一個個就這樣湊大 湊大他就拿來上市 其中一個 除了康熙樂之外 上市的就是福昇 那個Clubmat 他現在這個價錢 真正來說是不貴的 因為他一直都有盈利支持 而這個價錢應該支持得到10個8度 好 煙 今天煙是否說升上了 不是煙 奶升上了 不是302是手油 手油 302是302 3.2號3有貨 現在有點賺 想問指贊指示位擺邊 這些基本上是炒股 上市後第三天炒到差不多4.5 現在其實這個星期一直在回落 你有錢賺我覺得你應該走的了 因為這些暫時來說 你不是看長線的股份 好 那另外2186 2186就問一下錢幾下 6.56有貨 6業制藥是中國最大的藥公司之間 它也是A股轉過來的 現在來說這兩天就下跌了 我想會再折多一點 應該會下跌到差不多6元的水平 現在6.4元 我想應該都會下跌到6.4元 好 我們問一下3.8元 3.8元 今早上都是比較弱一點 恆指現在下跌十多點了 3.8元都跟著市場還沒下跌2元之下 246元 但接下來都希望是阿里會上市的了 那是見光死還是還可以炒呢 那阿里聽聞 傳聞 星期五就招股 去到下個星期三 阿里來香港呢 搞到那個拆息都升了 現在好像去到2.8厘那樣高 就是阿里一上市 那它每天的成交 我想會等於 就是騰訊 這麼厲害 騰訊每天成交多少 幾十億 雖然阿里在美國一天有600億成交 我想估計香港應該會一天都有10億至20億成交 對香港交易所應該是一個好事 所以我覺得香港交易所 今年應該可以看到它250元 250元 現在246元了 是的 還有幾元 幾元 現在不可以太過樂觀 看看是否阿里巴巴真的 再次成功在香港掛牌 不過問了那麼多的問題 時間關係 記得立即訂閱我們民眾財經的頻道 明天再見 拜拜 明天再見 呃